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种毛衣读案 神剑毛衣用一样的花形 这里一组花形是六针 六针六行的高度 六是六行高度成为一组花 而且是适合新手编制 都是很漂亮的 立笛感也比较强 下面我们开始起针 我们开始的起针 第一针 第二针 三 四 五 六 继续往下起 起针好以后 我们现在开始来排花 边针 边针不算花形针 我们是三针反针 然后呢 三针反针以后 我们把这里三针滑下来不织 四三针我们不织 我们线 直接从前面这样挂过来 直接绕到后面去 三针我们不织 四三针不织 不用绕 直接撕 这里挂过来 四三针反针 四里三针反针 四三针反针 一 二 三 这里边针不算花形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针一组花 第一组花织好了 下面也是一样的织法 上也支 三针反针 好 把线绕过来 好 第二组花 一样了 一 二 三 好 继续织 三针反针 好 我讲解两组花 是有多了一针 不管了 我们把它收掉就可以了 我们讲解三组花 好 第二行 第二行编织 反面 反面我编织 我们跟着织就可以了 如果你捐织 捐起来织的话 我在反面织下针的 你在顺便撕上针就可以了 这里我撕下针 三针 下针 一样了 撕上针 我们也不织 第二行一样的不织 把线 直接跟上一行 织法一样的三针 好 调好以后 在后面直接 这样挂线过来 撕下针 三针 下针 好 再继续 调三针 然后撕下针 第二行的撕法 好 撕好第二行以后 第三行 第三行编织 这里第三行 我们是审行的下针 这里我们撕下针 这里的三针 我们也是撕下针 线我们是挂两行就可以了 好 继续撕下针 这也是第三行的编织方法 好 第四行 反面 第四行反面 我们审行是上针 如果你捐织的话 你审行是下针 毛衣的生品 较成在我的鼠叶里面 合集里面都是有的 如果你找不到合集 就在我头像下面 有一行事 那里写有合集 你找不到的话 你就往视频往下拉 里面去找生品 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 有好几款的 好 到这一行之 吃好第四行后 第五行编织 第五行编织 我们看花形怎么织 三针下针 好 先把三针 这里是编针不算花形针 一二三三针下针 最好又是你 这里是把我们在中间 这一针来拉线 好 这一针继续撕下针 好 从两根两条线 我们挂着两条线下面 把这一针 这样 绕过来 绕过来以后 我们在这里撕一个下针 好 这里我们织的 就是这个位置 大家看 就是这一针 好 继续撕下针 这是第五行编织方法 好 第六行 第六行我们是 审航的上升 好 六行一组花 六行我们就织好了 也就是说 这样的一行花 我们就织好了 对不对 大家看 这样的 从四个位置 到四个位置织好了 六针六行一组花 然后下一行我们要怎么织 大家知道吗 下一行我们跟第一行织法一样 我来讲解一下 下一行的花形织 一样的 好 边针 三针反针 我再讲解一次 三针反针一一 一 二 三 好 这里挑针过来 一 二 三 三针不织 好 这里就是六针一组花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六针 好 第二行花的编织一样了 三针反针 好 挑三针过来 好 对称 为了对称 我们一样了 三针反针 适应我讲解 就是两组花的编织方法 好 这样 好 下一行 下一行我的反面编织 就是下针然后挂线 你在正面编织你就是上升挂线 这里一样的 挂线 好 继续织 下针 三针 三针不织 快线 这里有三针 主要是第一排 排花的时候 大家不要把身法排错 就不会出错 但是很有规律的 你看 这样再织 一行的下针 一行上针过来 然后继续织第二行花 好 我相信讲解到这里 大家都不用我再往下织了 都刚懂了是吧 往下织 大面积编织是非常漂亮的 你看 不管你用什么颜色来编织 都非常漂亮的 这款花形 而且男士女士 小孩子 儿童都是可以用的一款花形 好 这款花形呢 如果你还有不懂呢 你在我评论机上面留言 非常简单的一款花形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我评论机 我评论机